词曲 李宗盖 《青红薰 声音乐》 《青红薰 声音乐》 这样就把我们一食 来了 太神奇了 看清楚了 来 又不在了 你居然还敢来 今天我让你有去无回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会不会啊 不会 你 何正宇 你不是不认识我吗 我让你认识认识 你听我解释 是你贴她 不能怪我 现在能听我解释了吧 你别坐我沙发 离远点 我 这里可以吧 桌上有我买的三本书 你别以为送书就能讨好我 谁讨好你啊 我只是借你看一看 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空间 有你的东西也有我的东西 而且他们都是混在一起 因为你提前搬过来了 揪占雀巢 你 你也看到了 我刚刚就突然出现在那里 我让你看书 是因为书中提到的时间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线性的 而是离散的 它可能重叠 可能重回 也有可能融合 我只给你 坐下 离我远点啊 我一条腿照样能撂倒你 浅姐直接地说 这个公寓 发生了时空融合 你之前说我有心因性失忆症 你现在又说什么时空融合 那你下回是不是要说 你自己是哆啦A梦 你是从抽屉里钻出来的呀 那是我的手机 刚才十点零五分的时候 我拿手机录了视频 录下了时空融合的整个过程 不信你看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啊 昨天晚上你没回来 我怎么没回来 是你把门给我堵了 我说你一个记者 能不能善于倾听一点 昨晚你没在 我仔细观察了时空融合 我们两个都不是精神病 我还可以确定 每晚十点零六分 时空融合开始 十点五十二分 时空融合结束 时空融合 对 假设啊 假设这是四个月前的这间公寓 这个呢 是我现在所处的这间公寓 每天晚上的十点零六分 由于某种原因呢 什么原因啊 你房间不是贴了纸条提醒你 不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 你怎么进我书房了 那也是我的书房呀 而且它就在那儿 我不能把自己眼珠子挖下来吧 不重要 不重要 这些都不重要 总之 每天晚上的十点零六分 这两间公寓就会像这样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说 在这四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这里是你的 也是我的 聪明 不过我得纠正你一点 这个公寓是我的 凭什么呀 你不是说时空融合了两个房子吗 因为融合后的公寓 是我处的二零二二年 而不是四个月前 你所处的二零二一年 所以我昨天晚上 才没能开开门 我明白了 时空融合期间 二零二一年的人 是没办法进到这间公寓的 这也是验证了我的理论 这一间公寓是我的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你脚现在能走了吗 你遇见我 这一天 这一天 你们俩过来 你们俩反复